林凡的母亲当时来到神农门的时候 林凡的胸口中了一掌 显然已经距离夭折不远了 华不一用了奇特的手法才把他救治好 可是神农门当时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势力 林凡的伤势没有好多久 神农门也是遭风大变 这其中就有林凡父母所在的家族 为了报答华不一 他们两人把林凡托付给了华不一 然后不惜与自己家族翻脸 华不一则带着林凡远顿 在路过林家的时候 看两人心善就把林凡放在那里寄养 后面的事情你也就知道了 我不再多说了 华不一狠狠地吐了口气 这些事憋在心里 迟早会把人憋坏的 林凡听完之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然后继续问道 师父 那师娘的事 听到师娘两个字 话不一面色变得更加铁青 这次你也很可能会遇到她 不过她已经不是你的师娘了 听到这里 林凡不敢再问 生怕会触动到华不一的伤心往事 好了 我的故事说完了 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华不一画风一转 林凡想了想 我现在想问的是 那些人真的很厉害吗 您刚才一直没有跟我提起这些家族的姓氏 以及我的姓氏 华不一 微微叹了口气 暂时我是不能说的 不过等你拿到第一名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林凡先是一正 然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其实呢 我有一个稳赢的办法 华不一说 林凡一听 面露欣喜 师父 什么办法 华不一沉吟半赏 不去 只要你不去 你现在的生活 对你来说已经很幸福了 而且 这也是你父母和我的期望 林凡分明从华不一的眼底 看到一丝凄凉 他现在明白 这些人的姓氏并不是不能说 而是如山月一般 一直压在华不一的心里 他似乎不想把这种压力 分给自己罢了 不行 我必须要去 我父母还在等我 即便是二老不在了 我也要把他们接回来 葬在一起 林凡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极其坚毅 双手也是紧紧握拳 华不一 没再说什么 既然林凡已经决定 那么这个高度的事情 他应该自己去闯了 好 你回去休息吧 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接你 一定要记住 你的九龙肢体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施展 你现在九重五尊强者 即便是在那些人里 也是相当的不弱 华不一再一次提醒 林凡现在有些疑惑 九重五尊难道还没有胜算吗 师父 我现在可是九重五尊呢 仅仅只是不弱这两个字吗 林凡不解 华不一苦笑了一下 这里面的老怪物非常多 而且很可能你会遇到我的故人 你想想啊 他们和我的年龄相仿 这实力能差吗 听闻此言 即便是林凡 也是苦笑叹息的份啊 这些人的精神头 还真的是大呀 第二天一早 天家就派人把林凡接走了 对于这个天家 秦家众人也是给不出一个所以然 只是说非常强大的家族而已 这个答案对于林凡来说也是不置可否 他当然知道是非常强大的家族啊 一路上心里也是百般滋味 终于努力到现在 或许这一步是对的 也或许是错的 但是一想到只有这样 才能距离自己的父母更近一步 林凡也是责无旁贷 别无责